我们今天继续讲言洁经 一不二净献诸净土 这一句话一般来讲 这个也是很高深的境界 几乎所有这个言洁经的这个开始 都是讲禅定三摩地 光明三昧里面的这个 很高深的这一种境界 都是很有这个禅味的 一不二净献诸净土 这个假如啊 这个不了解这个佛陀的心 也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句 看起来这一句是很深 但事实上今天所讲的却很浅 不同的 以前是句子很浅 但是讲起来很深 但这一句啊 是很深 但讲起来就很浅 这佛陀在世的时候啊 跟所有的弟子 跟几个大善人在一起 他随时可以出现净土的 所谓净土啊 就是清净的佛国 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子 那他怎么出现这个净土呢 这佛陀本身有大神通力 这个好像有大善人啊 他布施了一片很大的土地 给佛陀做说法用 那么佛陀就指 指那个天啊 他说你看到那个天 这个天就分开了 一层一层的分开 出现很多的这个天宫 然后他就请那个大善人 看着那个天宫 你喜欢哪一个天宫 将来你就出生在那个天宫 那么那个大善人 他一看啊 哇 他喜欢某一座天宫的时候啊 所有的这个天宫 通通都消失掉 那剩下他喜欢的天宫 非常明显地出现在 他的这个眼前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的大神通力 不是一般这个凡夫跟众生啊 可以去这个想象 跟可以去这个测量的 他随时可以显现 他的天宫出来 那么在这一句里面呢 言则上 献诸净土 在不二净中献诸净土 也就是说 在这个境界里面 光明三昧里面 佛陀经常把自己的光明啊 那么放出去 那么偏满整个宇宙当中 接着呢 他这个光明啊 就到了十法界 所以在他这个 进入光明三昧的时候啊 他整个宇宙啊 几乎都已经变成净土 包括这个人道啊 这阿修罗道啊 第一道啊 恶鬼道啊 畜生道啊 全部都变成净土了 所以这个净土这两个字啊 不只是指所有的天宫 或者是清净的佛国 甚至于这个六道的地方 都已经显现成为净土 这个最 就到这最根本的净土 是在哪里呢 可以讲是在 这个圆满的这个心 一个圆满的心出现的时候 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净土的 你圆满的这个心啊 不出现的时候啊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地义的 这是一个 一个意义 他本身这一句的意义在那里 在这里的 也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 在不二净中 献诸净土 可以讲 佛陀那时候 他的星光发露 充满整个宇宙 这个十方法界啊 全部都充满的光明净土 包括这个人 阿修罗 地义 恶鬼 畜生 天道 都是变成净土 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啊 他显现这个天宫 给所有的大善人看 他显现了很多的境界 给所有的罗汉 跟这个大罗汉 跟他的所有的弟子看 这个都是很多的 这个当时的弟子 所亲身所经历的 像密教啊 有四个天 不常为人所见 一般的这个 显教的这个经典 里面没有的 这四个天 这四个天 就是慈明天宫 慈明天 奥明天 密明天 密明天 圆明天 有四个天宫 是属于很秘密很秘密的天宫 那你在一般的这个经典里面啊 或者佛教的这个词典啊 你找不出这四个天宫的 其实天宫也是净土 天其实也是净土 那么在这个不恶境当中啊 可以讲都已经变成净土了 所以不管佛陀他住在沙坡世界 这个时候沙坡世界也变成净土 他住在天宫 他住在天宫 那么这个天宫也是成为一个净土 甚至于佛陀在他的前世的种种的这个经历当中啊 他的所有的这个境界都是净土的境界 我们写佛的人啊 能够得到这个一句话 就是心净 那么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清净 你心里清净 任何一切的事物环境都是清净 要体会这一句话很重要的 这个净土就是清净的佛土 那么一心净 一切借净 这一种境界要能够体会出来 像我们沙坡世界啊 有很多的这个顺境逆境 什么是顺境呢 那么今天的工作很愉快 那么长官也给你升官 这个又给你加薪 那你今天的天气也很好 你心情特别愉快 那么明天呢 突然有一个消息不好了 这个你本来要升职的 这个讲说要升职的 换了别人 本来要加薪了 变成没有了 这个大家的脸都对着你的时候 都是很冷的 那么天气也变得很 像外面一样都是雾了 这个迷迷蒙蒙的 你心情变得非常的这个乌子 台湾讲乌子 就是 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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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闷 很彷徨 很无阻 很无助 很无助 觉得昨天是晴天 啊 这个 晴空万里 晴空万里 那么今天怎么是 愁盈啊 这个浓雾啊 弥漫啊 只有两天的差别 你就变化就很多 那么昨天就很快乐 今天就很忧伤 那薩佛世界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只要懂得啊 这个心静 一切借静 你就处在这个 薩佛世界 你就是永远能够心理清净 像昨天 瞬境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讲 哇很好 这个非常开朗 一切很严满 那么今天 突然间这个 啊 这个 变成 雾黑一片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 不好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开解自己 没有关系啊 说不定明天又好了 哈哈 说不定明天又一样 又升职啊 又加薪啊 又这个 因为这个天气 是变来变去的 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今天天气虽然不好 但是明天会好啊 明天不好也没有关系 后天会好啊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嘛 所以不好的时候 你要很沉着 很要开解 你就会变好 所以人的心情啊 这个修行人的心情 不会因为这个 环境的变化 跟天气的变化 来影响你自己 啊 不可以 一肥而笑 一肥而哭 明天你笑 啊 不是明天 明天还没有到 哈哈 昨天你在笑 啊 今天你就哭 这个你心情完全受环境 人事跟种种的影响 你一直在变化 这个就不是修行人 这个是凡夫 一个行者是保持他心里的 完全的光明清净的 在顺境当中 当然能够开朗 在逆境当中 也能够开解 这个才是不二境啊 我昨天讲了什么是不二嘛 同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 就是不二 你一会儿好 一会儿坏 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一会儿光明 一会儿黑暗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这个都不对的 这个就是 二的境界 不是一的境界 行者保持在一的境界 永远在清净上面 到任何地方去 都是清净的 好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师尊在阳间啊 有官司 有官司 人家告我 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个 没事 人家告我的时候 我很紧张 紧张 总不能表现出来 所以我心情还是保持很清净 越烦 越烦的时候 咦 我越画画 画得越多 啊 这个官司来烦我了 好 我就利用这个官司 来尽量的创作我的画画 我每天画两张三张 不能说因为官司来了 哦 你自己就很不准 什么都不想做 一定要等到官司解决了 你才来做 不是的 越有这个困难来了 我要保持心灵的清净 照样画我的画 仍然画出这个光明的画 甚至于很重要的官司的这个案情 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在画画 我说我不听 啊很重要的消息来了 我也不听 我不听 我画我的画 等画画好了以后再说 我把官司就摆在一边去了 我的精神就集中在画上面 我得到这个画的三昧的一种快乐 官司就不影响我的心情 一般人有官司啊 他是一个人有官司 是前家人都遭殃的 不只是前家人遭殃 我告诉你哦 前office都遭殃的 不只是前office是遭殃的 前中派都遭殃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人有官司的时候 心上好像压了一个大石头 他永远不能开朗的 他会很烦的 遇到事情他会爆炸的 所以这个家庭会遭殃啊 office会遭殃 中派也会遭殃的 还好 我有官司的时候 还能够保持的很沉浸 哦 能够很亲近的去作画 创作了一百多幅的作品 这个就是利用这个逆境来刺激自己 在使自己在修行这种清静的一种方法 好,我是这样子哦 现在昨天又有一个消息来了 昨天晚上 又有一个消息来了 又有人告我 这一次不是阳间的人告我 是阴间的人告我 这个人已经死掉了 他在阴间告阴状 跟阎王讲 说卢森燕害了他 要我到阴间去理论 这个事情 假如阴间有人告你们 你们也不会知道 反正你们活着 怎么会知道呢 这个状子拿到我面前来给我看的 昨天晚上我看到这个状子 这个人死了 姓廖 台湾人 他在阴间在阎王那里告我一状 说我害了他 其实我哪里有害他 我是救他 不过他心 他到了地狱去 他心里不舒服 他就是高音状 这个事情很好解决 我今天早上就解决 今天早上啊 我在我自己的密坛做法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法 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 阳间的事啊 是明做的 明的 是要律师啊 法官啊 这样子啊 这样 这个 反正就是 好像在做这个 作战一样呢 把这个事情战胜了 才能够解决掉的 在阴间啊 很好办 因为我就是 因为那个圆楼王跟我是老朋友 那阴间就比较好办一点 这个圆楼王本来就是我的朋友嘛 对不对 我只要跟他讲一声 这个事情的缘由是怎么样 他马上清楚了 同时我也认为 不应该罚那个杏料的 也不要罚他 因为他本身他有这个厌气 没有关系 我把他那个厌气给他解除 所以我修了法 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我知道他告我的阴状 你们在这边所有的地址当中 有人在阴间告你 你知不知道 不过也没有人告你 因为 因为你们的这个 这个法物没有那么大嘛 对不对 也不会容易去得罪人嘛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因为法物弄得很大 那么有些人心里也会不满 那不满的人 他有时候在阳间也告你 你看阳间有人告你啊 对不对 阴间当然也有人告你了 这是相等的嘛 阳间有人不满你啊 那么阴间一定有人也不满你嘛 这是相等的 但是你不会 你不会为了这个事情 也会乱了这个 这个心头啊 这个 也会乱掉 也不会的 我们本身一个行者 我们觉得是说 啊 众生 他的佛性 还是有的 只是一时的猛闭 啊 一时的这个猛闭 他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这个原来的本性 那难免呢 他就会这样子 心里有黑暗的时候 也有光明的时候 有快乐的时候 也有忧伤的时候 那么有疏解的时候 也有抱怨的时候 一个行者 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行者本身是超凡入圣的 要学超凡入圣的 他的心情永远是保持着一种快乐的 这个快乐是什么快乐呢 就是自在嘛 什么是自在呢 就是顺境跟逆境都是一样的 就是叫做自在嘛 你顺境你就快乐 逆境你就悲伤 这算什么自在 所以真正能够得到大自在的 就是说你顺境也一样快乐 逆境也一样快乐 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了 师尊已经学会了 我顺境我也很快乐的 那么逆境我也会很快乐的 我永远就是保持着一种快乐的这个心情 就算有这个打击来呀 不过也是一刹那 一下子而已 以后就没有了 就烟消淫善 就是晴天 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行者 一定要做到 顺境跟逆境 都要一样的这个快乐跟自在 这个佛陀 这个佛陀讲这个 来 这个经文里面呢 这个有人解释为 啊 在我看来的 在我看来是误解 因为佛陀 他说他是这样子的 他的光明到哪里 哪里就是净土 啊 哪里的众生 都是皈依佛陀 哪里的众心 就显现佛陀 就显现佛陀 这个才叫做 一一就是归于佛 归于光明净土 这种解释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是误解 所以这个是误解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欧妈您拼命好